還有提到要有不同的環境 利用不同的權法和不同的時代 利用不同的那種環境 就是你要適應應變 其實這個就是很現實的 不如說我們經常說 男權比退 為什麼有男權北退呢 因為男權中國是南方 南方是廣東省 附近省做生意 影響一下這下 除了這些地方都要炒腦 蛇聲 在裡面打架 一定是什麼 不會起腳 起腳會踢到很多人的 北退呢 北退是錯馬 北方很巢遠 所以很多船子的動作大 那麼男權來到日本變成空手道 空手道就很少起腳 北退去到朝鮮就變成太強大 敵軍就起腳 所以這個是有第二環之的耶穌 所以利用這種權法 其實就是去到美國 在香港 所有在擂台 街上搏擊 遇到黑鬼 遇到顏制 遇到美國的挑釁者 挑戰者 香港打顏制膠 全部都是經過十戰 磨完出來的一套武術 這套武術不講功架 講什麼 直接 如果能夠一招打殘力 就不要用兩招 能夠兩招打殘力 不要用三招 你浪費時間做什麼 是吧 你一下就拆眼 一一下就封口 你怎麼擺這麼多 你這樣可以嚇鬼啊 所以這個是最大的環境 環境也包括對手 你想講過一個情況 對手高矮肥瘦 和對手的走法 各方面來應對 例如相鋪屬 肥仔 你和一個黑鬼 和你打西洋拳 基本上的應對方法不同 例如黑鬼來看幾乎死亡有的人 你受到死亡有先就把對不同的教授 應對的方法 完全派在裡面 他本來構思是七層樓 七計佛圖 這個是根據中國的佛教的影響 每一級和高手來把關 最高一層呢 碰到的是誰 是一個完全沒有套物的 就是他的那個 阿布朱雅巴 他的那個港球MPA的七十年代的高手 意味著阿布朱雅巴 是什麼招式都沒有 他是什麼招式都可以用 所以李松最後對一個這樣七招師兄的人 怎麼打 他才五招多 結果李松是要嚇死他 所以 各種方法 打一個黑鬼 他在那裏看電影 壓死人不是很漂亮的招數 李松是要這樣打的 你對他那麼七招人 你怎麼打一打 你明明他從他的腳埋伸 壓死他 你跟他說起飛腳 大哥七招都飛了 所以立刻就是實際 李松用一層 二層 三層那些 就去到 又有一堂山道 馬雅雙居棍高手 又有池漢哉 還有一個合氣道高手 何七招 每一層都有因應不同高手的背景 他就捷捲到表現不同的應對方法 到最高一層 那個就是七招棄人 其實李松用的劇本根據我們的研究 當然是因為他早死沒有拍完 後來給這個風金寶 1974年重拍了 那個拍得很爛 對不起 1978年重拍上去 但是根據李松用的劇本 最後一層打完了之後呢 其實是尋寶 尋寶打開了一個盒子 裡面就是所謂 打完了去成功 你得到了reward 裡面打開了 竟然是一面鏡子 哲學家告訴你 其實武功的最靠境界就是認識你自己 這句話就是 最大的敵人是自己 那意思是嗎 這句話就是以前的古希拉哲學家 這個蘇格拉哲 最出名的話 飲食一起給你 而這個劇本呢 最後就給功夫雄魔拿去拍了 功夫雄魔最後的那個 綁在那個大殿堂上那個烏龜師傅了 叫那個阿寶去拿那個 最後跟那個壞人博多過拿到的東西開出來就是一面鏡子 所以你看影響我們的死亡遊戲 還影響到大概四十年後 美國會拍功夫班达的劇本 這裡面就是哲學了 因為我們到了最後就是認識你自己 那你認為你說的這個李小龍 整個情形和馬來西亞這個政治環境 其實很簡單的 對我來說為什麼我出了一本書就是政治節眠道 重要就是用李小龍的精神 轉化成了一種力量 就是這麼確實 但是對於這麼確實我不是說用暴力 我不是說用美術傷 儘管你打個招呼 或者搏出你打個招呼 你不會是這樣的 我來通過民主手結 非暴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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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講孔子學 老子學 你嚇得去睡覺 那個人又去拋書包 我去拋救我 那我就一直用群眾動一動的語言 包括激的時候一讓他粗口 最重要的目的是什麼 我換醒了他 我不是山東 我是鼓東 我鼓東 他那個潮壁的意思 這個就是你想講的 如果能夠養招 一招打死他就不用養招 那如果我能夠一招 仆佳 吭架 產對貓話 我能夠換醒他 我後來講一大堆貓話 曾幾年那年開始創黨 幾多年我還會出貓話 但是那些氣勢 所以直接 是吧 非傳統 不過你對著一些大學的教授 你也可以用你的 另外一種方式來表達 我講學術的 那些未必會這樣說 你拋書包 看看博士論文 拋書包 所以我就說這個 你不要用博士論文 你看幾書五書 你不要用幾書五書 要求看幾書五書 大家不同 我優光如可以說 你的對手是英雄 如果說打的話可以打得 如果說粗話可以跟他粗 如果說有的話可以說理論的 民主社會主 我行動大一把手 這位我教出來說民主社會主 我講那些傻瓜 優光如你經常說粗話 我肯定批判我的人 有沒有聽過我的博士論文 如果我講一個半小時的博士論文 上去曲弓 大家晚上好 我講過一半小時的博士論文 我講過一半小時的博士論文 我講那麼笨的人 沒有 沒有 我講過一半小時的博士論文 可能只是佔兩三句 不過那些人是用三句來揹擊我 其實我一個半小時的博士論文 對國際的內容他們沒有看見 或者是不敢看 或者甚至說我沒有說 甚至說錯話 那我不夠 所以粗話本身是一個手段 並不是你最終的目的 所以最重要是這個項目 是訊息 How to convey the message 重要是那個訊息 訊息用什麼辦法來包裝 最重要是argument sharpening the argument argument通過甚至是粗口的表現 下跌仇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我會給你聽 你是國家主人 現在那些傻瓜怎麼管理國家 因此那些傻瓜 當然是很斯文 因為大家都說廢話 我也是販擾了 我都是用文字 那麽有鞭的圖 就扮演了 你們都扮演了 那些家族圖都扮演了 一吊著水糕 最早的就是什麼 一是沒有做生意 沒有拆拆牌 大臨沒有扮演的圖 你扮演的圖 你扮演的圖 那我講的人 基本上很斯文 我本來都不辱的 這個網民對你很奮大 很愛的 為什麼你講了這麼多 那些包裝的東西 哇 我當然有人批評 但大部分可以接受 但是老拓講一集活動的時候 全世界轟他了 我都是很十分的智能 因為他是馬華總會長 我只是一個普通黨員 有時候買給你個錢 再搞菜池智能不能沒辦法挑他 我會挑會中華武術 這個西方國家看到中華武術 就給李曉冬 李曉冬他這個西方認識中華武術 或是中國功夫 李曉冬覺得他的功能是起了很大作用 對 很簡單的 其實可以分兩個層次來談出問題 首先李曉冬是一個演員 第二個是一個武術家 他通過武術 他的武術很實際 在美國打界空手到世界冠軍 Chart Norris他的土地 所以美國要挑戰他的 你不要跟我打 先你跟Chart Norris打 排隊先 你打贏我頭給你跟我打 他們說 八戒紅手公分 都把你維持共同黨打 就很多人被嚇壞 但是你說美國那種人 意固很深的 美國那種人真的 你沒有用刀 我上去坐 我怎麼加學費給你 龍哥 為什麼美國太全都自負不準備 跟李曉冬是這麼好的朋友 為什麼Chart Norris Max Stone 他們全部都是美國一支的 唯一太空手到波子教授 很負責你掌控的這個問題 龍哥真是好爺 能夠被人佩服 所以李曉冬第一是武術 讓那些鬼魂 雙雷台打打打擊的 都覺得李曉冬很厲害 這是實際的 但李曉冬通過電影 以前在電影上的中國人的形象 包括唐喜闊是有足足啟示的 一拍那一堂 他就是帶那些老夫子的貓 清朝的那樣子 他就是把你弄去收的 他就是做到Jenny Lewis那樣子 而且就是扭曲了東方主義 像是簡繫了華人的形象 他就是說 只有這樣的角色 我不接的 如果我拍 我就一定拍是中國人的現象真面的 所以包括陶姐 我私下跟陶姐這場直播放太野批評 聖夢就做馬鬧戲 你看看Rush Hour 跟那個戲人做 問到好像自己很jip的亞洲人 人家覺得傻的 只會跳來跳去 你說從外沒有做馬鬧戲 你說我打過鬼魂 打過黑魂 打過堂了 乾慘的 你看每一圖片 有個大日本仔 打泰國的那些白粉油 有個民族戲歌 我們現在不是講種子主義 而是那種 我中國人這麼多年的那個怨氣 包括海外華僑 給人家壓迫 給日本人 帶出一個訊息 那我會從功夫就給你看 一定就是中國人的精神 所以為什麼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電影 尤其是《金五門》 《金五門》是那個典型民主主義 最強最能說的一個電影 那日本人跟中國人 70年代 最厲害的我看過簡報 新加坡上影進我們 李光耀 近年兩個禮拜 因為要做好交通規劃 拍長龍 一起買費 網民票的拍S 我看過高速 哇 買費 可以送進我們 誰更有 我還記得很少 當時70年代 五一三過後 不是國會 大約兩年嗎 國會恢復的國會民主 那時是剛好 范君登 也是一個行動黨的一個副秘書長 也是一個奧斯普根的一個演講家 他當時告訴我 他去世前幾年 我跟他有共識的機會 他說 1972年 我們在余堡開自立馬 叫我當晚遇到李小龍 精武門做首演藝 我說 糟了 今天行動黨一定沒有人看 每個人看李小龍 結果不是 李小龍精武門爆滿了 他們行動黨的自立馬都爆滿了 為什麼呢 他當晚都講 原來我們發覺 行動黨和李小龍是一樣的 他們轉打走狗的 誰說當晚笑得很糟糕 那個變成經典 走狗就是萬華光偉 所以你看李小龍的那個 對厚師的影響是很大的 所以到現在為止 我的生活都很李小龍 我的生活都很節全到 我的生活是死而不滑 我沒有跟他說廢話 我沒有跟他那些很多花花 吱吱吱吱 全部都是花錢消退 我動就動就動 打你打你 我在廣東也是東南人選手 工作效果很高 但是在以前的團隊持續很強 為什麼 因為the way of positive thinking 直接思考的力量 看到邀光遙就不會吹到三次 看到邀光遙就充滿希望 但是我為團隊跟著來去打仗 一個人說打輸的 他們是support guy 他們這次輸到代表沒有 不要瘦皮啊 不要打仗啊 打傷就是這樣 我就相信我贏 I can because I think I can 這種就是那種鬥志 如果是鑑炒班 低音那種鬥志 死難了 因為你面對的是一個比你更高大的 對的 正仆街 所以對你古惑老 可以用古惑仔方法 如果不是不行 只要古惑仔 要用了其他招數 不是 真真用權力 肌肉比你高 對的 對的 你會很吃虧 總之實際的方法 只要合法的 只要合法的 只要合法的手段 什麼手段都可以用 只要合法 打拼都可以 你不要說博士就不可以用這種手段 這種手段是謬粗口 例如私下散開 你不說 你也會鎖 只要是合法的 除非馬來西亞有一個 什麼法來講 說粗口可以罰款 所以合法的手段 什麼手段都可以用 只要是受 那個觀眾 群眾覺得是對的 我就用 這個技術用精神 給我的啟發 你認為你這麼受歡迎 主要原因 並不是因為粗口 因為你有一個 他們覺得很有共同感的感覺 是因為那個內容 其實我是一個歷史學者 我覺得做事是謙虛一點 我不是英雄周時事 其實是時事周英雄 這個時候是反風好性的 就是白 我跟我說過 十個唐人九個反 一個不反就正傻眼 應該是十個唐人九個反 一個不反的正傻眼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才有個個關條件 製造超人這種姿勢 換句話說 如果我先說跳槽馬化工會 我用同樣的什麼 理事工精神 我同樣的口才 同樣的出口 跟馬化增開 我丟你了 你收拼了 你是不是威服作戰 你和蔡司機一樣 是一樣的 現在我站在正義的一方 我站在解草官家的一方 我站在行動的一方 基本上 加上我小小的 有個人的能格魅力演講的方法 肢體語言 包括我後面的那個哲學思考 用最簡單語言的包裹 所以最重要的是那個內容 還是十四 十四招英雄 當然這個英雄 有沒有一定的遺憾 但是你來 不要公平讀個書 你這樣聽就聽 基本上 整個時勢逼了我 這個超人出來 那今天我用這個時勢 將我學到的東西 通過他簡單的方法 來傳達給觀眾 那我心想這個就是 超人風潮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原因 所以你以為超人這一次 你能夠教得到我們的國家嗎 人人都要做超人 一個超人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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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的超人 對 所以我說我不想做YB 我們YB的解釋 不是任何物 也不是任何物 我希望任何物 我希望任何物 人人都在解說過後 成為一個國家的持有公文 記得 人人都在解釋 人都在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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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改朝換代 對方的國政 我們能夠做到 一個自由國家的自由公民 這個自由才重要 人都在解釋 或者人都在解釋 這個制度 我认为说 才是真正符合马来西亚作为一个新兴发展中国家 未来要走个前途的方向 不然的话 我们国家将会越走越平静 最后可能走向就是 尤其是加拿奖的破产 我们也不要看待国家破产 不要嘛 所以现在你就用各种方法 只要是合法而讲 只要是合法的各种途径 来唤醒选民 让他们有那个召唤的主体意识 来作为国家的自分工 是造更多的超人 改变这个国家 当人家说是超人的时候 意味着国家已经改变 那么国家已经不需要超人了 所以我说如果改召唤再成功 我会公开一个仪式 我把我所有Superman的衣服拿来烧掉 超人已死 因为世界获得拯救 不需要超人 每天才需要超人 代表马来西亚还是一个独裁国家 马来西亚还是一个封闭的国家 我多么希望有一天 我不用再穿超人衣服 我可以穿了Visa Long 我穿了Badman 我穿了Hilogity A.K 这个超人的本质是任何都有吗 或是潜在力 在命运程中 代表不出 其实我没拿什么叫超人 超人不是体现在你会飞 或者你会挡一个火车 或者你可以挡死 但不是 文道理事 文道理事 我讲的 超人 我大家记得有一个哲学家叫尼采 尼采讲过超人意志 超人哲学 因为我们不要干于做一般平庸的人 你要敢于思考 你要敢于突破你肉体上的曲线 甚至精神上的曲线 所以这种在西方有一个所谓 一种思潮 他就跟你说 其实人只要你敢敢去想 You are what you think You can because you think you can 所以尼采文其实有很多像素本华 尼采 这样的哲学的传统 美国读书读过这东西嘛 他就融合了道家思想 所以他截圈道里面有很积极的一面 有很让人感到 体能可以发挥到直线的一面 那一面是一般中国武术都不强要了 因为中华武术讲中勇 早夜没有过分 所以如果打架 打回来就擦铁打水 你说不会说我不信铁打水的 你说不会说风勢 如果我妈和我浸三年铁打水 这就是蓬佩蒂的梦 打的国家都很大 打的国家不够 外方会冲 尼采文要磁铁 要铁铁 尼采文要打sping deck 要打速度球 尼采文要打sparring 这些东西都是美国的实用主义的科学传统给他的 给他的这个启发 所以尼采文的这个精神 除了他有道家的一面 道家一面就是说打破形式 我们尼采文是截圈道是没有任何形式 所以他说be water 像水一样 水倒进来的家军片的家 水倒进来的一个碑像的碑 这点又是西方没有的 西方是说我们要打破形式 要实用主义 但是最后到的那个最高阶段 达到的层次 西方人就不够 但是东方人就讲中庸 中庸都可以是 任何能跳进自己的身体的极寒 所以临晓文来讲 你敢当我能 结果临晓文这个精神呢 除了在武术上让他有很大的成就以外 现在我知道在香港 在美国也是一样 管理学 做指销 做保险 他们都用李小龙的截圈道 作为基里克城 他们叫李小龙思想者 出来搞保险的 出来搞大力消息都要激烈的 你敢说 说来说去都是那个 那些那些那些很重要的 那些大时级的 不过不是永远说的那些 新的那些什么可以启发 就是一个新的精神之源呢 所以他们叫李小龙思想者 我就叫人生截圈道 就是李小龙这套东西 除了在武术可以 我永远在云港可以 我永远在改情温度可以 我永远在扣委都可以 我永远在创业都可以 我永远在作边的行业 只要是积极思想 就是 现在大家有流行这几年看的书叫 The Secret 有没有 就是吸引必法则 The Law of Attractions 你进行东西出去 你进行东西出去 你进行东西出来 你消极东西出去 你影射的是消极东西出来 所以你看 为什么选举委员会 要禁掉那个 说不能用那个漫画 因为他们就想到是消极的 因为他们想到漫画 我们就会还那个Rosman 满进进 看到没有 消极东西在脑袋 就会有消极东西出来 所以我们进行东西 闷野都会玩 就好发 那这些东西都会玩 你越怕什么 什么就来着找你 对啦 你越怕鬼 那鬼就来找你 因为那鬼不在外面 是在你心里面 所以SPR那个 摆到你就烧中了怪 所以这样 人家不能用漫画来找 不能用漫画来肯定 看到吗 消极的思维 吸引消极的力量 结果就有消极政策出来 这几东西就越 所以为什么改朝换代 你不断讲积极的话 为什么我要做MAC总监 因为我很想做 这个结果第一次讲 我这样是全部反对的 我这样说 要光有你的口才 你的人格魅力 你的学历 你做一个YB 求求要语啦 你今天你跟林志祥 跟林幻英 点个头 他们也会摸你头下 你这么积极去跑动 没有苦劳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给一个安全去你 太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从来就不要 有MACC 第一个就不能逃 因为我知道最大问题是 如果是我挑一个容易种的 我的钱都放不出来 如果说 那我刚刚的AMB 你会认过亏啊 又打了 那我就把我自己的所有经历 去那边看狗局 开始要讨好心中 然后把地方办 啊 看来我要来这边 结果你就把你的经历 局限在那个地方 但是我说 我要打蔡西利 而且是很难打的 而且是没有具体地方 让你活跃的 但是我的经历 全都不知道完 那我就全马选讲巡回 那么我的钱呢 究竟放出来 那这个是李小龙的 好吗 但是你要抛开 你要做YB的那个私语 如果你很想做国议员 你本人很想光中药主要做个议员 你就不敢像我去皇上 他妈的我全部都不要打 我就打蔡西利 而且蔡西利 比如打的话 我就巡回演讲 演讲完成功过后呢 我做MAC中间 我敢做 因为我知道我有能力做 然后我有能力做 我可以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 结果就是说 英雄造时事 因为时事造我这个英雄 我回来过的 我要反馈给外国家 做两年 我一定能够做得到 I can because I think I can 而且现在很多都相信我能够做到 关键就是那两票投给明年 我做给你看 对 而且刚才你讲到 Superman也好 Spiderman也好 Batman也好 李小龙也好 他们有共同点 就是有正义感 所以 是不是正义感那么的重要 如果他们没有正义感的超人 找寻unlag都好 都没那种精神 Sense of justice 就是你对正义的 要求的程度有高有低 但是我们对我们是最高的要求 如果我说我是超人 但是我的表现出 我按一个选区没有流口水 甚至为了那个选区 我准备要干掉我的同志 我高朋友借蛋糕 我的手动作 是 因为我超人的这个位置 你搞这么多的 最好你想做官 你想做YB 但是我这样讲的 邱光耀你错过了308大选 所以你就 逼不及待快点从中国辞职回来 因为你要做个官 我说你这帮人 你是不是用狗的眼睛去看我 你们做狗就做狗 好生 你看我人看我 我是超人的 因为狗看人 就变成狗 简单是超人看不到我 看我不通 他看得我通 我就做超人 所以问题就是 狗眼看狗 看人变成狗 基本上我的要求是什么 我自己把我自己的要求放得很低 基本上我不想说 要靠一个YB-ship来自我肯定 现在是东南308高 我们有很多中选的国族议员 你不要想关应 不要想之前他们一定是很 establish 已经是完全输得肯定的了 第一届中选议员 有谁高个洪 如果说洪 我没有YB 我现在我普通党员 我永远说 不是跟我敢持 问题是人家肯定我邮光不做的事 我没有私心 如果我真的安排什么选区 我要去做那里外面 我要流口水 要告瓶子 要派私事 要靠麻套 我做了这么多事 因为我在浪费 在浪费浪费浪费 浪费浪费精神 我还说不做过这些事 在哪里 你看小我 最难做的 就是MACC这个位 如果能够做到这个位 第一很简单 清水衙本 第二 这个位是会得罪人的 你不是单级 你民党做了政府国家 我做MAC总监 我不是单级 对付浅草的官员 最重要是对付自己的战友 对 还有你的老板 包括你的老板 人有权力就会腐败 是 这个是超越党派的 因为人这个污总 你搞 有个全面就会腐败 人性作戒 就是人性的 有个全面就会腐败 所以如果是我有意义 真的是安华相信我 我做MAC总监 其实有几个方面可以做的 第一除了是肃清前朝贪官以外 最主要是肃立整个连政的这个制度 因为制度确保人不会败坏 对 或者人不敢败坏 所以 在香港MAC系里面有一个课程 我是有上过这个短期课程 我觉得是很受用的 它说如果是一个坏的制度 会必死好人也要做坏事 如果一个好的制度 使到坏人不敢做坏事 所以马来西亚是个Colub System 整个Colub System 终于让好的人被逼要生存 你要做坏事 就好像一个警察 他第一天上班 他就要收回钱 他不收回钱 他说买队 买队没变 被割 还有这个制度也要让个好人 可以做善事 对 我们的制度的很多情况 是个好人 在这个制度里面 没办法生存 对 所以我说 最重要是来自大选 我真的是反抗务局 我能够掌管的话 把制度建设 连政制度建设 确保明年的人 也确保国政的人 从此以后 不敢再贪污 在香港一样 或者在新加坡一样 你敢贪污 你付出代价很齐十倍 你的不止EPF没有 你的攻击基金没有 你的ventry没有 你还要捉摇 你还要整个身败名列 那他去停就走起咯 他有这么多贪 他给他门 你带贪 他就直接到他 做到何能充公财产 净错错 终身监禁 万事用重点 马来西亚真的是太覆盖了 中国的这个树潭打贪 是你怎么评价 现在的中国共产党 现在是 国外也做得不够 因为制度的建设也不够 除了墙壁 除了墙壁以外 他们更多的是 那做到的都是一般 也不敢说是Ethan Degis 中城外有的 博士来问一下 但是真正在中国高层里面 也有很多 叫名字我不要取 虽然我知道这些情况 但是其实中国整个是 整个制度是腐败 所以用社会学的自己来讲 就是制度性腐败 制度性腐败 制度性腐败 不是国别固义腐败 所以在制度性腐败的经理之下 很多官员进去都会腐败 马来西亚都是制度性腐败 所以比如说我用这个概念 转换到报业新闻自由 马来西亚栽度性腐败 不是个别的一个人认腐败 是整个制度 因为在国政控制这个媒体的空间底下 人要生存 人要善慰 卑鄙腐败 所以我说 有时我对郑丁仙你们感到有点 同情 同情 所以我们上台 可能我们并不是要报仇 我是有一天明年上台 不是说要封掉新头报 绝对我不想这样做 而是要让新头报解放 让司法媒体解放 打破了 打破了网友断 打破了网友断 让他们自由环保 从制度里面走出来 是 从过去那个PORAMPA的那个制度底下 让他解放 让他自由的有尊严的颁报 那么他颁报底下 如果他要选择清国阵 可以 没问题 就像这个英国的TIMES TIMES 泰晤士报 是清这个保守党的 英国的Guardians 魏报 是清工党的 你选择 但是英国的政府 不可能随上台去对付报纸 但是你有这个传统 你办报的立场 不管是你资方的传统 还是你股权的这个类比 这是类比的考量 也可以 或者是意思形态 我比较喜欢保守党那一套 或者我喜欢公堂那一套 Come on 你可以选择 但是你不要办假中立 然后你要PORAMPA 这个是我最突然的 让市场就决定你的去向 你的那个报分 是啊 这是怎么样 李小龙的精神对我影响 是这样 要挖着水 我不怕得过你权贵 因为我不太会权贵还谁 对吗 我这就是表现我的自我 我在家跟我太太讲这道话 我在商店台会讲同样的话 你主要媒体敢给我反问 我讲同样的话 这你不敢跟你 因为我想这只要求真 人只要求真 才能够达到 艺术最终的顺势 这是你认识的 如果这拳道不是求真 就是什么叫求真呢 武术就是击到人 OK 街头搏击就是怒弱人 现在我不怒弱人 他怒弱我 对不对 那现在我求真 就是我最短时间怒弱去 防止我被人怒弱 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搞那么多发生 对不对 我用这个节目来 做一个简单的示范 这边谁有这个车锁是 在这边做 因为你这边可以出接看很多 那很多美少女 正妹 C9 阿婆都给他解救 那很多人在我Facebook上留言 她说 如果要 这个情况这么差 可能阿婆都变成奸奸 可能阿姨都变成奸奸 可能阿姨都变成奸奸 你去打油 又被人抢 你去supermarket 又被人奸奸 去泰国买酒鸡 如果要我们女孩子 手无寸铁 面对这种情况 警察又夹晒 没有办法知道我 这样我怎么能够解困 我是错 Aunty 或者女孩子 或者任何女性的朋友 你并非手无寸铁 如果你是驾车的话 这是一寸铁 OK 我教你 现在如果你的车 搭在Basement 从你车锁了车 过后呢 你千万不要把你的鎖匙 放在你的Panel里面 不要 这样带 两根就两根了 这样带 然后在这个鎖匙 握着拳头握紧它 走去你的这个Rift 里面按电梯回到你的Panel 本来Panel没有事情 你放下来咯 但是在Double Cliff里面 也可能输得实际呢 这样带走 这个叫做完全的准备 没有事情就算了 如果有事情 第一时间可以 快攻击对方 你看你的男人的这个 女人的拳头啊 男人握拳头是很简单的 我们握得对 女人握拳头是这样的 De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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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on打眼了 但是你握拳头握准它 是 OK 看到啊 万一有人在后面洗漆 一拳头握头握 因为你是正当心智慧 你先逃脱 这个就是通过节目我教你 这个的每次用自己拳头 好吗 不要搞这么多人 这个就是守无群铁 手有群铁 这个就是好不够 好不够 所以每个人通过这个节目 我相信少女后的解放 谢谢大家